一年一度的護師節即將到來 而草屯鎮幼名醫院特別在節慶前慶祝 屆時也表揚平時認真工作及親切服務的護理人員 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的這些護理人員 照顧著我們整個大南投地區的這些病患 所以今天的活動其實是蠻有意義的 那也藉這個活動特別感謝他們對整個醫院的付出 今年我們會往新島館這邊來努力 那新島館成立之後 希望能夠加會更多大南投地區的民眾 而獲得今天時獎項的兩位護理人員 都將每位病患世病有親的看待 得到獎項的肯定始至名歸 獲獎感言是我覺得就是護理用心 世病有親 把所有的病人其實就當作自己的家人 這樣子就會讓護理會更用心的去把這份那個護理工作 可以有這份熱情繼續做下去 我們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其實真的可以四病有親 雖然可能在一些設備上啊 不如可能不如中部的幾家醫學中心那麼的先進 可是在這個地方啊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啊 我們可以四病有親 然後我們可以提供最好的照顧 建議員李永宏感謝無怨無悔付出的護理人員 讓就醫的患者都能感受到最親切的服務與照顧 等級以來不管是長照2.0還是這個醫療院所 是這個長照中心頂頂的這些基礎的護理的工作 由我們這個基礎的這個護理師人員 靜靜夜夜的來幫我們解決很多的 這個有關長照2.0以及養老敬老等等相關方面 甚至在衛教方面也不予餘力的在推廣喔 所以英宏就這個機會來對我們所有人 我們護理師的從業人員跟他表達最大的一個敬意 藉著即將到來的護師節 祝福從事護理工作的每一員 感謝由你們士兵有親的照顧 讓就醫的患者都能夠早日康復 記者利用盛朝存採訪報導